有施分裂的观察 焦点23 探讨活动有施分裂的观察 藉由洋葱根间细胞的观察 了解植物细胞有施分裂过程的染色体变化情形 植物的根间和经顶的部位具有生长点 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有施分裂产生新细胞 促使根部增长及植株长高 以洋葱根间生长点作为观察材料 较容易观察到细胞中的染色体 洋葱根间生长点细胞的特点是细胞排列紧密 外形较为方正 细胞体积较小 核子比较大 细胞核相对于细胞质所占的比例较大 当生长点细胞处于尖骑时 可以观察到细胞核、包化、核末、核人及染色质 当生长点细胞进行有施分裂时 核末及核人消失 染色质会形成明显异见的染色体 实验步骤 将洋葱根间的永久拨片标本置于载物台上 先以低背物镜观察 移动拨片 观察整个根间的全貌 并找到生长点细胞的正确位置 转换高背物镜观察生长点细胞 仔细观察各细胞是否正在进行有施分裂 比较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的有施分裂过程 植物细胞的有施分裂 不具有中心力和心状体 末期时在仿锤体中央产生细胞板 再形成新的细胞壁 动物细胞的有施分裂 具有中心力和心状体 末期时细胞膜向内凹陷形成分裂钩 以进行细胞质分裂 以进行细胞质分裂 细胞质分裂 质分裂